我們看一看 這一位結婚了以後 第一 服裝是改變的 對 真的喔 打扮改變 改變很多 可是在家裡跟老公兩個人 是另外一回事 你跟你老公 不會穿著格鬥的衣服嗎 不會 但在家 就是兩個人OK 等一下 我覺得你們倆 你們住的地方窗簾拉好 有...對不對 不但保密到家 不太穿衣服 而且他們還會練習格鬥 對不對 那畫面很奇怪 很奇怪對不對 來...你踢過來... 有...有照片 這個是在下廚 你下廚穿的是泳裝嗎 睡衣 這是睡衣 這是睡衣 對 這是睡衣 這不是在泳裝嗎 睡衣是睡衣 這是睡衣 睡在哪裡 它就是居家的睡衣 這是睡衣 好 大家都不可思議 它真的是睡衣 這是馬甲式的 為什麼屁股整個就... 右邊都是大腿 因為它就是後面是那種 削上去的 它就是泳衣 的剪裁 對 容易剪裁的睡衣 我們的睡衣就真的是睡衣 而且就是卸的 然後吃的水果 敲的腳 所以老公是... 老公或老婆是看到你 最邋遢的一個 對啊 應該都是 這樣不公平 不能這樣 所以... 所以你在婚姻當中 你要怎麼樣保持戀愛的感覺 所以稍微還是要 我都逼我的姐妹 不時的在心裡問自己說 我上一次為了老公打扮化妝 去約會是什麼時候 對 我覺得每天都要 大家都想不起來 大家都想不起來 真的嗎 對 因為結了婚之後 就放鬆了 隨便了 真的耶 既然放鬆隨便 你就不要怪你老公有小三 這這麼驚訝 我覺得這是最嚴重的 沒有講 會有好多好壞的遺憾 這是最嚴重的結果 可是也不可能 女孩都在聊這些